共同的梦想家就爱给你友爱 回来了 今天这一段呢 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 很沉重 但是又很日常 很家常的问题 就是 你有爱你自己 你有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吗 这现代人呢 就是我要去吃好好吃的 我要去玩好好玩的 我要去买 好好看的 我要 就是要很多享受 可是 你知道身体健康是 每个人最最基础的东西 我要跟你讲这个很严肃的议题呢 就前一阵子我们有聊到呢 就是我们经过统计 跟侦测 去检测 台湾 每个人的体内塑化剂 浓度超高 对吧 之前讲到这个 我们今天好好详细跟他聊这个议题 你知道他超高的那个程度呢 是比一些先进国家 要多出呢 两到七倍 哦 我在怕死人 你知道当国际对于内分泌干扰物质啊 就是环境荷尔蒙啊 越来越重视的时候呢 台湾怎么没有减少 然后好像跟人家就拉开了那个距离 怎么还是维持到那么高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在吃饭啊 饮食啊 喝啊 环境当中呢 这个塑化剂呢 是无所不在的 会干扰你的内分泌啊 那这个是在 就是我们相关的研究大学啊 大家就是去检测 台湾人的体内呢 DEHP塑化剂的浓度 高于先进国家呢 两到七倍 所以可见呢 我们的环境荷尔蒙呢 无所不在 那我们不是已经喊了很久很久的 减素啊 要减塑胶带 减塑 这个很重要的议题啊 可是到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然后我告诉你 你以为就是成年人的 身体里面的塑化剂 高于就是先进国家两到七倍 我跟你讲 不止儿童 青少年 儿少 他们的塑化剂呢 浓度又高于我们成年人 你说可不可怕 然后 那个小孩子啊 他又是在成长阶段 生长发育啊 所以他会增加呢 不孕的风险啊 然后他早就呢 干扰他 然后让他身体种下了 就是会癌症发生率的几率很高 这个塑化剂呢 内分泌的这个干扰物质呢 很可怕 你要他会影响到 比如说性荷尔蒙啊 甲状腺素啊 甚至你的胰岛素啊 还有正常 这些荷尔蒙的这个作用 整整体的 还有生殖功能 就有些人就会笑说 哎呦那个 你身体里面塑胶微粒太多了 那鸡鸡好小 这当然是故意用开玩笑的 这个口气来说 可是他真的是 他会降低高丸的功能 他还会干扰月经的周期 你看如果一个儿少 就成年人已经是 这么多的这个塑化剂 在身体里面了 那一个儿少呢 他在生长发育的 这个过程当中 干扰的这个塑化剂内分泌 这么多啊 哇那对他是好还是不好 你知道经过调查 全球每年有十分之一的人口 是因为食物污染而生病 然后还有两百多种疾病呢 是因为受到污染的食物 而引起的 然后百分之四十 是食源性的疾病 发生在五岁以下的儿童 那这当然还包含了 塑化剂里面的污染 不是只有就是 哎呀他那个致病菌啊 然后怎么不是只有这些的 然后我们是跟哪一些国家相比呢 他其中 我看到这个研究报告呢 他上面是有说到 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名词啊 是因为检测 台湾人民民众尿液当中的 中磷本二甲酸之类塑化剂 这个念起来很长 他就简称什么 DEHP还有DBP 然后代谢物的浓度 去查了之后呢 哇他高于先进国家 比如说美国啊 加拿大啦 德国啊 韩国等等啊 他说以DEHP为例呢 代表浓度呢 我们是高于呢 两到七倍 然后十八岁以下 儿少体内的塑化剂浓度呢 是比成年人还要更高 那你知道DEHP跟DBP 是常常用在食品包装里面 食品包装有什么 包括我们喝的啦 那个什么风魔的 那个罐装饮料啊 然后前日我们也有提到说 不要太常喝瓶装水 常常去买的那个瓶装水 哎呀 这自己不要烧开水 对不对 你宁可是用那个饮水机 你公司 然后这个家里还会 就是买那个饮水机 那个是 还比较没有塑胶为例的 那其他你说 常常那个食品包装里面 都还含有塑化剂了 那怎么得了呢 就他提醒大家 现在呢 是针对减少内分泌干扰物质的暴露呢 专家呢就提出了 除了塑化剂之外呢 包括环境的污染物啊 你的化妆品 保养品 农药等等 这些都是会干扰到你的内分泌的 你说涵盖在这个范围里面这么多 但是他就 我们是可以有方法去避免的 来各位你们听一下 记录一下 我现在在讲的 你们可不可以 就是也打出来 第一个 你可以做到 第一个 请不要使用 已经磨损的 不粘锅 你们不粘锅 这是一个消耗品啊 你不要觉得 我一个不粘锅 用个五年十年啊 哎呀 他就是不粘了 见鬼了 他都有涂层的 对不对 甚至是他说 我是用物理性的 我不是用化学性的涂料 我是用物理性的 还是有膜 有镀一层膜 对吧 所以 不要使用磨损 不粘锅 不是你眼睛看的 是你知道用一段时间 你就要 那当然看每个人用了 有的人是用那个木铲啊 有的人就用铁铲啊 就说哎呀 我这个是超级厉害蜂窝性的 不是蜂窝性 蜂炒性的 的那个不粘锅啊 哎呀 我这个就是物理性不粘啊 然后就 你怎么弄啊 我告诉你 反正呢 就是有一些锅呢 不粘锅的 你要特别的注意 好 第二点 请食物加热的时候呢 然后你要 不要覆盖保鲜膜 哎 有些人在食物加热 还会覆盖保鲜膜 你记得吗 还要去板斗 有没有 然后这个 蒸笼里面呢 然后那个保鲜膜 那个什么鸡汤啊 浓得不得了 然后那个保鲜膜还陷下去 我就跟着那个鸡汤啊 油啊 然后那个 你们有没有记得这种画面 专家说 食物加热的时候 请勿 覆盖保鲜膜 你一定要做到 再来呢 就是 第三个 帮忙再写下来 美奈米 装热食 熟食 很热的 尤其是汤啊 你们知道 这要出去外面啊 当你发现这家店 它怎么 你在烫青菜 然后它的一个 美奈米的那个盘 就是塑化剂的 就塑胶的 这个已经就报道很多 可是很多人看到这个 都不会落实 我是万一真的有外食 然后看到他用的那个 美奈米的那个碗啊 装汤装面的 还有就是 那个盘子啊 怎么变色了 中间洗一洗 哎呦 怎么变得有点咖啡咖啡的 然后颜色都都生的 这家我不去吃了 真的不去吃了 你要不然就是外带 外带你最好是 是带你自己的东西 可是没办法 那你 你如果用那个 耐热的塑胶袋 但是不要装 超热的那种汤啊 对不对 不要装那超热的汤 你说装一点热食啊 没那么烫的 宁可用那个 就是耐高温的塑胶袋 你也不要用美奈米 的那个器皿 那个碗啊盘啊 去装那个 刚刚烫好的 这个或者是汤 这个要注意 第四点 请勿使用 这个 淋膜纸 参盒 还有塑胶盒 就是塑胶的 去装热食 这上面有一层 镀一层墨的 你以为 哇 它这不怕烫的 没有 还是有一样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的 第五个 就是你不要使用一次性的塑胶餐具 有没有那种粉红色的 有没有 我现在讲的 有有有有有有 那个板斗 我用那粉红色的塑胶餐具 不要用 千万不要用 好不好 然后 再来呢 这前面五点 这个是在使用食品的容器 这五点 你们已经写下来 对不对 再来呢 你要减速的方式 你食品 你要怎么处理呢 不要使用 那个 铁芙笼锅具 这个是刚刚大家已经知道 太患磨损的 这个锅具 然后还有这个餐具也一样 然后砧板 再来食物的保存呢 你尽量使用不锈钢的 玻璃的 或者有一种细胶的那种 有没有 就是食用细胶 然后它做的那个保鲜袋 现在你们都知道吧 就是半透明 然后厚厚的 那个很耐热 那个叫这个细胶的保鲜袋 所以有些人就是会买那种 就是他装一下热食 还可以 然后陶瓷 玻璃陶瓷不锈钢 你如果食品保存 你尽量 好不好 然后再来呢 你就是你要看到呢 你用的那个洗手乳 你不要说我洗完手 我好干净哦 然后就拿了东西就吃了 请用环保帮 这个标章的洗手乳 你知道洗手乳里面 也是有塑化剂啊 我一听就要怕死人了 啊 居然这个 你洗的那个里面呢 他他就是有一些这个原料呢 也不干净 不要以为说 我洗了手就好 所以他说 请用环保标章的洗手乳 然后你的卫生纸 生活用品 你要知道 不要有荧光剂 就像有一些这个洗手 那个擦手的都要看一下 他那个包装袋上面 他有没有特别著名 然后 这个吃外食的时候呢 你也要使用环保餐具 你看 这些呢 就是要提醒你 不要再让你的身体呢 会影响到非常的多 那尤其是有一种 就是你知道盖那个杯子啊 嗨啊 有时候那个咖啡杯啊 有没有 就是纸杯 然后很烫很烫 然后它上面盖的那个杯子 你知道那个也会融出塑化剂 你以为那个杯子你要提袋 然后你这样晃啊晃啊 然后它就接触到上面的 哦 吓死人了 这个是不是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虽然要维持上面这些呢 你好像随时的那个警报系统 都要把它打开 这个我有没有注意 那个我有没有注意 你会觉得 哦 好烦哦 哪有这么多 然后以前常听到说 不甘不禁 吃了没病 不对 现在是不甘不禁 吃了真的有事 而且又加上融化那些东西 哦 天哪 身体健康怎么那么难呢 就爱点你 UFO UFO 好